这拖鸡能不能加的速吗 安全第一 这个太安全了吧 并且集结出动 讲述了幅员辽阔的祖国五个地理方位 东南西北中 为了更好契合这个主题 各位实力演员们学习方言也是很努力了 兄弟 我这读卡器就是再更行 也读不了公交开 东南西北中第一个故事 陈思成选择了男 预告片中有老公高晓松 呸呸 有老公之高晓松讲述天眼附近出现了UFO 而教员满脑子都是黄渤洗脑的 UFO 就是那个外星人 这是外星人抓着抓着你就成了他的故事吗 不 这个故事其实是刘晃然与王宝强披着记者的外衣来查案 陈导你确定不是唐探三大型宣发现场吗 不过有一说一 宝宝戴起眼镜演的记者 还挺像那么回事 为什么不重要 这是就是最重要 第二个单元故事 宁昊选择了钟 葛大爷用他特有的真实搞笑冷幽默 续写祖国中出租车司机张北京的故事 甚至还费尽巴拉唱了一出京剧 不但现场表演了北京摊 摊儿 还唤起了一波广告的回忆沙 我看行 以及刘敏涛姐姐带着三分薄良三分鸡叫 四分漫不经心 惊喜出场 第三个故事 邓超和老搭档于白梅选择了西 故事背景在陕北茅无素沙漠 中国四大沙漠之一 当年飞沙走失 可是现如今土地治理率高达93.24% 这意味着他即将从沙漠版图消失 很惭愧的讲 娇丫也在植物宝上贡献过一些微薄之力 咳咳 但是 通过分手大师和恶魂天使的口碑 我们不得不说 邓超加一杯梅加喜剧 等于 搞笑的微剧 对不起超哥 可能是怕这个剧本的起伏走向太好猜 除了请到严谜王子文主演外 王羽儿无精更是一脸憨厚的大秀陕西方言 而且小月月还用本名月龙刚和甲灵眼情侣 娘娘孙丽也惊喜客串 第四个故事 徐中选择了东 以范伟为中心 展开了故事叙述 上课 全村人为了帮助老范解决问题 还原92年的一场课堂 就连当年的瓢泼大鱼也尽力模拟 范伟也展示了自己高超的演技 再看后面参演的明星 可以称得上是五个大人中星辰最多的了 范伟徐中卢敬山 张艺桃宏渝和尾 李晨阳子 汪俊凯 陈树佳音 李一峰等 东东也在其中 雷佳音还玩了下自己的大头梗 你的头怎么变大了 变得呀 至于第五个故事 开心麻花选择了东北 沈腾玛丽续写夏洛与马东梅的故事 这对观众员超强的CP 本身就是票房的保证 故事背景又放在了西红柿 麻花应该会尽情发挥自己 密集斗包袱的优势 娇妖已经做好笑的准备了 而影片中的主演们 从那张远远望去一片欢笑的海报就可以看出 这是要演一部喜剧 可是走进戏看 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泪 这是一场笑中带泪的演绎 家乡往往是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长在笑点上的沈腾也开始走心 年轻人走光了 村子老了 他想回去建设家乡 黄渤等人同样为家乡的未来担忧不已 未来不会只有一种可能 葛优讲述了上在北漂的异乡人 在外面扛住风吹雨打 心中却始终以家乡为依靠 寻找安全感 范伟饰演的老师 曾经在村中孤独坚守教学十年 如今年花已逝 忘记很多发生过的事情 却依然牢牢记挂着家乡的一切 记得自己给孩子们上的最后一堂课 邓超饰演的乔树林 却选择了守在原地 毛巫素是个人人都想离开的不毛之地 却被他们硬生生把四百亩沙漠变绿洲 很多人迫于现实压力 为了自己的梦想爱情 选择了远走他乡奋力打拼 可是不管他们离开了多久多远 他们的心中永远有一个无法释怀的地方 就是家乡 他不一定美轮美奂 他可能有不够发达的落后经济 恶劣的环境 残破的桌椅 斤斤计较不够大气的同乡人 可是他依然记载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轨迹 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情感归属 是我们落叶归根的热土 本乡人想要建设他 漂泊在外的异乡人思念他 对于游子来说 是治疗思乡病的蒲公英 因为这种无法割舍的感情 因为这种对团圆的向往 才使得我们每每提及变热泪盈眶 又会为他的美丽与进步开怀大笑 这才是效忠带累的真正原因 毕竟我们的家乡是那么美 一条大河 花篮团 风吹刀花 下两岸 我家就在岸山住 听管了手骨的耗子 看管了船上的白 我是姜牙 记得三连 我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